我愛說真的沒辦法 換節奏 拉丁風格音樂 搭上忽鳴忽滅 無光實色的燈光效果 大家跳舞跳得超級嗨 你不說還以為這裡是夜店 但這其實是健身房 老師在台上帶動跳 一小時跳下來渾身是汗 健身房打造成夜店風 不僅滿足客人 視聽覺 還能一面運動 雙重享受 就音樂跟燈光都很讓人放鬆 其實我們想讓學生在運動的時候 是可以盡情的享受音樂 而不要像傳統的團課教室 他們是老師必須帶麥克風 然後喊口指令 除了夜店風還有健身房 打造成網美風 看到他們的裝潢還有燈光 是不是很有在走星光大道的感覺 而且更特別的是 他們的進場方式 是用手機掃這樣的QR Code 掃完之後就可以進場了 他們最特別的是在於盥洗室 馬上帶大家來看到他們的盥洗室 一打開門 不論洗手間還是淋浴室 牆壁滿滿粉紅色映入眼簾 讓女生看了少女星大噴發 看到哇 整個都是粉紅色的 覺得少女星整個大爆發 不健身也很想來洗澡 我覺得每個族群進去 第一個反應都是 哇 好可愛喔 就感覺好像走進 自己的內心的那種感覺一樣 所以其實每個年齡的人都蠻喜歡 反應也都蠻好的 台灣健身房年商機約140到200億元 今年全台健身房 預估將超過600家電 成為熱門產業之一 健身房無不轉型拼精品化 嗆食大餅 記者楊視血定恩如台北報導